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群创靠着今年4K 2K的面板出货量来到180万片 这已经是全球出货最高的面板厂商 展望明年群创同样要靠着这一系列的4K 2K的电视面板 要将产能充次到1200万片 希望比今年还要成长5倍以上 家电市场掀起4K 2K电视战火 群创抢得先机 拿下Sony 65 75寸以及三星50寸机种订单 由于4K 2K是高毛利产品 群创预估明年产能将冲刺1200万片 就今年成长5倍以上益助获利 群创力拼明年产能根据NPD Display Search统计 群创是2004年全球面板厂中 推展4K 2K面板最积极厂商 其中1200万片出货目标 远高于第二名有达的500万片 转望2014年已经拟定战略 要靠全系列的4K 2K电视面板 抢到先机再度维持获利 面板其实事实上在所有显示器里面占最大 所以它一旦市场稳定 下半年的市场就不会太差 另一面板厂华映 受到中小尺寸面板出货成长 率先公布11月营收 无4.2亿元约增6.4% 年成长24.5% 由于今年初将模组厂 双寸华映科技 卖给华星光电之后 宣布完全脱出大尺寸相关业务 林宋城